组合的话来说 我们也可以的话呢 应用于我们在赛程上面的安排 那么我们介绍一个例子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有ABCDE 有五国的篮球队来参赛 那假如的话呢 我们每一队都要互相打一场的话呢 那么总共需要赛几场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说 比赛的话呢 A跟B来比赛 跟B跟A比赛 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的话呢 它并没有顺序的一些差异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种题型叫做组合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做法的话呢 如果同学的话呢 完全不了解组合的做法 那么我们是怎么做的 那么我们做给各位同学看 ABCDE五个国家 然后的话呢 总共要打几场呢 这样一场 两场 三场 四场 五场 六场 七场 八场 九场 十场 这样子的话呢 一共要打十场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队伍的话呢 非常的多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同学来说 可能会不容易画这个图了 那么我们其实的话呢 必须要了解 只要是比赛 就是要找两个队来比赛 所以我们这个真正的直接做的话是怎么做呢 就C 五个里面 挑选 两个 就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我来计算给各位同学看 上面是五阶层 底下是二阶层 五减二 三阶层 那这个算法的话呢 对销 于是的话呢 上面变成什么呢 上面变成了五乘以四 下面是二乘上一 于是得到了十场 那么像这样的题目的话来说的话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应用